AZ疫苗开打第二天 台北市市领科教馆 接种完疫苗的流关区 发现有许多长辈打完疫苗后 似乎放下戒心 没保持社交距离 宛如一个大型疗养院所 恐酿群聚风险 甚至有民众脱下口罩交谈 但医护人员忙进忙出 没注意也没提醒 这可能造成破口 不过经过第一天 接种乱象 这回动线路线总算妥善分流 看电视昨天就很乱 一场乱 今天的动线就很乱 医护人员仔细询问 长辈身体状况 接种第二天 约两百多人预约 比起前一天 接种七百多人 少了将近三分之二 在每一个时段里面 最好在区隔时间 比如说昨天上午的话 最好在切割成九点 十点跟十一点 不过镜头一转 来到中校医院对面的 陈德市场接种区 人设置在三楼 现场一片空荡荡 这起早一天过来看 待会是在中校医院里面打 还是在这边打 想帮父亲询问 接种事宜 但现场没人民众扑空 院方解释 因为十六号 本来就没安排接种 何时能打何时不能 民众至今不洒洒 即便北市将在十七号 增加七十岁以上 长者百分之五十三的 疫苗配发量 但开放接种第二天 仍有诸多问题 有待改进 记得张照片 下一个台北采访报导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